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一起去跟进下最新的国际形势 刚刚欧盟宣布了要对四名中国官员和一个实体实施制裁 中国在即晚就已经作出了反制措施 而且中国的反制力度比起欧盟的制裁更加强烈 中国制裁了十名欧盟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 以及四个实体 而美国媒体Political说到 原来这次欧盟的行动不是单独行事 而是背后有几个国家一起做 除了欧盟以外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都会有相应的措施推出 在讲下去之前首先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到底欧盟制裁的情况是怎样的 他们对于四名中国官员和一个实体 实施了旅游禁令和冻结资产的制裁 被制裁的四名中国官员全部都是在新疆任职的 而被制裁的实体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 这四个官员和一个实体的消息 其实在今个礼拜初的时候 路透社就已经披露了出来 当然那时候就没有具体的名单 但是就已经是印证得到 这个风声一早就已经走漏了 相信大陆方面就一早都收到风了 所以就有所准备了 当欧盟公布了这个制裁名单 不久了 中国外交部就已经实施了反制措施了 中国外交部就宣称 中方决定对欧方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 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讯息的十名人员 以及四名实体实施制裁 包括了什么人呢? 有几个就是欧洲议会的议员 有一个就是荷兰议会议员 一个是比利时议会议员 一个是立陶宛议会议员 还有一名德国学者 以及一名瑞典的学者 被制裁的欧洲议会议员当中 其中一名就是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 连团长也被制裁了 好了 到底制裁他们什么呢? 就是说 相关人员和家属禁止入境中国内地 香港和澳门特区 他们和相关的企业、机构 也会被限制和中国进行往来 这个制裁就是比欧盟对于中国的制裁 因为欧盟只是对于官员本身的制裁 现在中国也制裁他的家属 好了 整件事不是就此完结的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说 外相南韜文将会在周一的稍后时间 去到英国国会交代新疆状况 以及英国将会采取的行动 发言人还说 他们相信新疆状况已经超越界限 重要的是国际社会要共同合作 不能够沉默 好了 除了英国之外 我又看到澳洲国会在今天 又辩论了一项有关于谴责 中国在新疆人权问题的动议 而这一项动议 就取得了所有主要澳洲政党的议员的支持 这项动议通过的机会就相当大了 所以看来的势头 就不是只有欧洲的一个独自行动 因为英国又说将会采取行动 澳洲议会又说会通过动议 那我就看到 美国媒体Political的一篇报道 他们就引述了两名知情人士所说 说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盟 将会在礼拜一 即是今天 宣布对中国实施一系列的制裁措施 那换言之 其实这个就是联合行动 背后是有国家在做协调工作 如果不是就不会碰巧 在这两三天会有这么多动作出来 那到底Political这篇报道可信性有多高呢? 他就提到有几个国家 欧盟已经中了 欧盟一定中了 因为一个星期之前 就已经有风声传出了 说会采取措施的了 那英国就可能会中了 因为外交部发言人 就已经是说到 说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的了 另外美国和加拿大 就未曾有宣布的 那明天我们就可以检视一下 到底这篇报道是否准确 那这篇报道没有提到的澳洲呢? 他们的议会就将会通过一项谴责动议 那所以呢 我估计 背后是联合行动的机会 就相当大的 因为就不会说几个国家 他们自己各自操作 然后那么巧 会在这两三天有行动 那当然如果几个国家 同时是有行动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会产生了一种的协同效应 那虽然来到说 欧盟那些所谓的制裁措施 到底他的实际效果是有多大呢? 就成疑问的 但是 他们这些制裁措施 其实就是象征意义高于一切的 如果Political这篇报道是准确的话 那分分钟 其实就是会反映得到 拜登的所谓联欧抗中的策略 是踏出了第一步 因为现在欧盟就理他了 欧盟就终于新疆的议题 是有行动的 那当然啦 从大陆的角度来看 对于这些联合行动 就肯定是会很顾忌的了 因为原来这些国家背后 是会夹手夹脚 是做他一锅的 好了 至于今次欧盟和中国 互相制裁 到底是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第一样东西 似乎就是会显得出 冷战的新格局就是形成当中了 因为现在的西方民主国家 就连成了一线 就着新疆的议题 就是一起发声 以及有所行动 当然啦 中国都说自己是民主 就一定是西方民主国家的阵营 是优胜的了 但是啊 中国式民主国家的阵营 其实他也是不弱的 因为啊 虽然那个经济实力是弱一些 但是啊 就是有太多万古长青的阿非拉朋友了 所以啊 为什么中国是要这么强调 要求美国呢 重返去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因为在那个国际秩序当中 中国呢 就逐渐是占有优势 之前呢 中国还可以在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当中 谴责美国的人权状况 而且呢 还得到了不少人权理事会的参与国家 那个赞同的 所以为什么大陆是会 这么积极参与这个 所谓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好了 至于 第二个影响就是什么呢 就是欧洲企业 肯定就是会对于新疆出产的那些 货品是会有所顾忌的了 之前你都说 就已经是有很多欧洲政界的人士 要求那些欧洲企业 为你不要采购新疆的棉花 诸如此类 但是那些政客其实都是空口说白话 他们所说的就是没有约束 好了 现在欧盟最终就着新疆议题 去实施制裁了 当然现在被制裁的实体就是 新疆生产便设兵团的公安局 但是 就已经足以令到那些欧洲企业可能会却步了 因为你现在摆明就是就着新疆的人权问题进行制裁 如果他继续走去采购新疆那些产品 到底会不会引起消费者的反感呢 当然那些企业就会有很多的考虑 包括就是他的企业形象 社会责任 诸如此类的东西 可能会对于新疆的产品有所却步都不定 当然现在欧盟其实就没有说要禁止从新疆进口的货品 没有提到这些东西的 但是会不会有些欧洲企业 他们为免惹来一些人权的争议 而放弃使用新疆的材料 这个就值得来去观察了 第三 今次的中欧互相制裁 肯定就是会畏着中欧投资协定 蒙上了一层阴影的了 虽然之前中欧之间 已经为了投资协定 达成了共识 但是具体执行的细节 仍然需要欧洲议会来通过 但是在今天的中方反制措施当中 就有五名欧洲议会议员 是遭受制裁的 当然包括他们的家属 现在中国采取这些辣的反制措施 肯定会影响至少这五个人的投票取向 那会不会影响这五个人 背后所属的政党的投票取向 又说不上的 那你搞一下的时候 分分钟这个中欧投资协定 冻过水又不出奇 那当然了 现在就未曾去到表决的阶段 但是啊 之前欧洲议会 就已经曾经有人出来说过 就试图是将这个中欧投资协定 和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挂钩的 那现在中国的反制措施这么激烈的时候 会不会是激起了部分欧洲议会议员的反弹 甚至乎是改变了他们的投票取向 又真是不出奇的 所以啊 今次欧盟对于四名中国官员所实施的制裁 看来实际影响就不是很大 但是啊 背后其实就是隐藏着 对于中国一个很大的危机 因为呢 今次摆明 那些西方国家就是要摆姿态的了 就是那个象征意义高于那个实际意义的 有可能那些西方国家 也是想借着这一次所谓的联合行动 来到去测试一下到底中国 是会有什么反应的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